各位嘉賓大家好 首先 我叫Clementem 我是C4系統香港的負責中小學 另外這位就是Andy Andy就是我們系統工程師 今天大家都坐了很久 首先看看我們的題目 今天就是想說 怎樣去見一個校園網絡 去迎接這個e-learning 其實這個好像所有宋面 或者大家之前都見過 我特地加了2.01 跟ELC與時並進 因為我們今次想跟大家溫故之身 因為其實有很多學校在這裡 有些都可能已經安裝了 Wi-Fi 有些可能在想怎樣安裝 身為講者在Panel上都分享了很多數據 還有如果今早大家聽到 阿蛇sir去講 都知道其實 在看BYOD 網絡的東西政府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實看了K-Shop都四五年了 我想分享一下現在其實我們看到 在這個情況過了一段時間了 去到NC的時候 就是一個完美的校園 應該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幅圖 我相信現在 大家可能在這個層面 就是大家每一個班房每一層都已經 建立了一個Wi-Fi 那已經班房可能有 部分有 一層有 或者一級有 或者小部分有全校 那也都可能有一個 控制器在這裡 去控制Wi-Fi 可能已經把背後的 Core switch 那些都已經升級了 那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我想如果做 e-learning 這件事 這個是必須的 我想也有 應該都在用這件事 好了 那 接下來會怎樣呢 那我看到 越來越多的趨勢 就是說 我也想在一些外層的地方 去可以有網絡 無線網絡的支援 那你就看到 計劃 那你要有些外層的Wi-Fi 要做這件事 那也都 很多 最近都聽到很多 可能有些學校 他有些 auditorium 或者有些 hall 想 都很多時候 會有些活動會分享的 邀請一些學校 一些客人就會上來 那希望是可以 可能坐到二三百人的 都希望可以同一時間 那些客人都可以上到網 那我亦都聽到 很多這些 這方面 一些 High Density AP的 一些 request 那當然我們都可以做到 這件事 好了 那有了這些 那其實 背後 你見到 以往很多學校 其實他們的Wi-Fi 或者他們的Switch 可能都是一些 不同的一些Vender 那其實現在我們說 一個concept 叫Unified Access 那等一下Andy都會說多些 大家可以記住這個 那今時今日呢 不單止只是 說很浪費 說只是Switch 只是Wi-Fi 是應該一整體去看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需要去 你學校的網絡 其實是相對 比起一個 Enterprise的網絡 是過之而無不及的 所以一定要很好的 一個管理系統 幫你去管理 所以如果你們 當你有一個 Single的管理系統 幫你們可以看到 所有你們的Switch 所有的Wi-Fi的時候 對於你們的管理 那一班人來說 是可以大大提高 一個productivity 還有在那個裡面 是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的information 令到 譬如可以知道 一些學生的 行動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 方法 幫助你們去增加 你們學校的productivity 好 另外今早 阿姐姐也說了BYOD 現在阿娟也說過 越來越多學生 就會帶回自己的一些器材 進去學校 到底怎麼控制呢 可能我不只一部 先生可能有iPad 阿姐姐也可能會很多 都會多很多 那麼我們怎麼去控制這個 這個policy 我們有個叫做 我看到一個叫做 identity software engine 下面那個 這個就是幫助大家 可以做一些policy control 在網絡方面怎麼去控制 那我想大家以往可能 都知道 如果我可能有一個 交易訊號 那我就可以 你去哪個VLAN 那現在因為多了BYOD 這件事 其實多了不同的規模 你是要考慮的 你要考慮它是屬於人物 即它屬於學生 先生 還是校長 還是一個guess 可能是時間 是不是上學的時間 可能地點 它是在歐洲學校 還是不在學校 或者可能在圖書館 這個地方 可能它在用什麼器材 iPad Android 一些Microsoft的手機 或者是一些Mark的器材 也可以細分到 iPad是分到 iPad2 iPad1 或者甚至新的iPad 我們都可以分到 那也都可能 到底這部機 有沒有被別人 是否一個最新的patch 那根據這些不同的 就是一些Dimension 我們可以 導致到一個 你想它去的VLAN 那這個是一個 其實很好的ture 去幫你 去幫你處理到 BYOD 這件事 如果你這幾件事 就是一個網絡 一個管理器 一個管理器 一個 ISE 如果都在一起 我舉個例子 是可以做到 你可以知道 哪個學生 他經常用BT 然後從而去捏 他的QoS 令到他上網很慢 上網很慢 他的經驗不好 自然就不會上網 那這些是可以 整個 在這個時刻 做到這件事 去做到的 一個解決 好 那另外還有一件 就是一個 那以往我相信 很多學校都在用 一些 那可能 以往來講 都可以的 就是做一個 的功能 但現在其實 在說一個 是可以幫你 看到一個 我們叫做 Layer 7 我們可以認到 千多種這些 應用 譬如說 我舉例子 Facebook 今天沒有Facebook的人 我們可以認到 Facebook 亦都可以 不讓學生 譬如說 我不讓他們去 玩Mini Game 或者不讓他們 Like 那是可以做到這些 我們有千多種 這些應用 都可以認到 所以就說 這個整個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 一個完美的 一個campus的 你第一次去計劃的時候 就是不僅僅要考慮 只是Wi-Fi 而是你要計劃多一步 怎樣去管理 怎樣去控制 日益增加 VYOD的趨勢 還有怎樣去做一個 Firewalk 那現在我想 教育局那邊 政府那邊 都已經放寬了 可能以前五萬元 就要出Tender 現在去到二十萬 其實二十萬元 二十萬元是很好用的 那可以大家 接下來可以考慮一下 那怎樣將你們 去計劃你們 接下來建構 一個完美的校園網絡 OK 那接著就交給Andy 去細節一點去講一講 我們所講的一些解決 我矮一點 我要低一點的咪 大家好 我叫Andy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C科的 系統工程師 其實我也明白大家 大部份都是老師 或者是學校界的同事 我也很明白大家的同步 為什麼呢 我家裡一個人 經常都擁抱我 大哥不行了 他和我弟弟 他都是一個老師 他在下一項學年 他就是要去搞學校的IT 他不是搞開 是突然間 由一個總務的老師 變成要教IT 你聽到這個一定是頭痕 因為他完全不懂 以前家裡的網路 一直問我 大哥 我上不了網 我的語言不行 我的語言不行 他只會問我 現在他去搞學校 怎麼辦呢 我說不用怕 有我在 因為我在哪間公司 就是Nasicco 當然可以 那這些是教育的挑戰 當你是E-learning的時候 我想剛才Erin也說了很多 譬如你要Be-ryo一點 這個學校要去應付這件事 譬如你 有機會那些學校 可能要開始 允許一些guess進來 剛才Cainman也說過 譬如我要學校給一個guess進來 我會怎樣做呢 可能那些學校 為了擔心它 防止被人hack 可能會另外放一個網絡 我會租一條Botband說 我guess就 會導致一個Botband 那這是不是一個好方法呢 當然不是 那我們都有解決 譬如 當你的學校的網絡 可以允許學生 每個人都可以拿回來 有些學生 當然是特別厲害 我們都叫做 tax-safe的學生 比如這些 tax-safe的學生 如果那些學生 他會hack你的網絡 那就慘了 為什麼呢 以前我年代 全部都白字黑字寫下的 測驗卷 考試卷 現在怎樣 都放在學校的伺服 那裡 如果他厲害到來 進入了你的網絡 知道考試卷 那他不下了八分 那你們可能會很害怕 那究竟那個網絡 可否可以 cater到 如何避免這些 有這樣的 security的fit 呢 那大家去 建造這個網絡 就要考慮這件事 那在Cisco來說 我們剛才說過 unify access 有一個這樣 因為我們在說 我們的網絡 已經再不是很獨立 很沙漏地看 Wireless Wired 或者一些VPN 我們其實已經 當成是一個整體來看 那這個整體的整個網絡 那它怎麼去管理呢 怎麼去控制它的 access 我們有一個叫做 one policy的口號 這個 policy做什麼 Policy當然是用來控制你 入啊出啊 這樣 很好的 這個 我們有一個叫手指紋 這個公仔 我覺得是很特別 去展示到這個Policy 因為它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你們可能 你們有這樣的 wish list 就是你需要一個 device 一個 appliance 去看完整個網絡 不管你是Wireless的 access 或者是Wired的 access 去接觸你的網絡 去做一個 authentication 然後知道你是Wireless的 之後 我究竟可不可以讓你用 究竟你在什麼程度可以用 譬如你是學生的 我究竟可不可以控制到你的學生 只是去某一些資源 例如intranet的網絡 或者是出去街上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再鋪你 我不讓你去那麼多網站 你的網絡有沒有辦法做 你的Policy可不可以做到那麼精準呢 這個大家要考慮 當你建立你一個 E-learning的環境的時候 那麼這個Policy的伺服器 可不可以幫到你做BRD呢 譬如我帶一部iPad進來 究竟我家學校給你還是不給呢 那你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手段去做呢 你的網絡 可能現在的網絡還沒得過 你可能考慮一件事 我要有一件東西 這個Policy伺服器 去控制一件事 譬如你剛才說的Gas 你Gas進來 你如何幫助它很容易 去接觸你的網絡 這個就是一個 我剛才說的 我們這個Policy伺服器 它管理你整個 一個網絡和網絡的網絡 不管你是怎樣進來 它都可以 因為從前 這些是很沙漏的系統 你每一個沙漏的系統 都有獨立的Policy伺服器 去控制它 它控制它 究竟你有些什麼 可以接觸到什麼資料 但是現在我們整個網絡 是同一個來看的 所以你的Policy伺服器 需要是管理所有的 整個網絡的資料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OK 是否只是認證 知道你什麼用戶 讓你去就夠呢 可能你的Policy伺服器 需要多些地面 你可能需要認到 譬如第一項 User 你是什麼User 你是一個Gas進來 還是一個學生進來 還是一個老師進來 基於這個User的身份 我可能還要認多些東西 究竟你是自己帶的器材 學校的器材 你在哪裡進來 用什麼方法進來 你用WiFi進來 你用WiFi進來 你用Wired的網絡進來 我都要有一個這樣的Dimension 去知道 基於這些不同 譬如Location 你在Classroom Classroom我就不讓你去Internet 你在Library我讓你Internet 你的Processor有沒有什麼手段 做到這件事 Time control也很重要 你的Policy 可不可以Based on 不同時間 去Allow你的User 去Access不同的Net resources 譬如你學生 有一個Case 人家問我說 譬如我擔心一個學生 我讓他帶一部機進來 早上9點至12點 他應該上課 帶一部機進來 我又不可以不讓他 去Access一個Network 去Access老師 譬如做一些Online Assessment 但又怕他出去看Facebook 不斷拉人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控制到 這段時間我不讓你去Internet 你的Policy Server 需要做到這些效果 基於頭那五樣 User 你用什麼器材 你用什麼App method 你在什麼地位 你在什麼時間進來 你最後才決定 我給你一個Policy 而這個Policy 可以跟著你 譬如你用的Wireless Network 也好 你用Wireless Network 我會跟著你 我不需要每次去Conflict 那你的IT的同事 或者剛才那些老師 我不是很熟的老師 他就很confident 去Deploy一個 E-learning的Infrastructure 譬如我們剛才說過 現在很多時候 都搞一些功能 那有GAS進來 那我怎樣給他 去Access呢 你那個Policy Server 可能總是需要 考慮說 有一個叫做 Sponsor portal 你那個Sponsor portal 是不是很容易 給你的同事 譬如可能很簡單 一個在前台 最入口的那個嬸嬸 有個電腦 按個名字 就可以彈個usern name password 讓你的GAS 可以接受到 還是說 不是 我一定要IT的老師 才會用 這麼複雜的呢 你需要知道 你的系統要簡單 因為我們學校的IT人 一定是不足夠的 雖然你可能公司一定多 你其實公司都不足夠的 我公司沒有IT支援的 我們自己是自己的IT支援 那你的系統就要很簡單 就是不需要很多技巧的知識 才可以做到 譬如我給一個GAS的usern name password 或者可能要幻想一些 我想像酒店那樣 我自己登記進去 可不可以給我GAS的登記進去 用個SMS 傳個usern name password 可以嗎 那你可能會考慮這些 最後就說 你的GAS進去我的網絡 那我有沒有辦法可以控制到 他一個跟我們學生 或者我們intra的那段網 就是完全分開的呢 那個Policy要怎麼做呢 你們要想想 另一個就是Management 我們有個網絡 當然要管理 剛才我們也說到 老師很多時候都不夠時間 或者不夠resource 去做管理 那麼多個網絡 我們有Wireless Network 我們有Wireless Network 那怎麼管理呢 如果每次都要獨立一套 器材去做Management 那我們的同事便很辛苦 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你的Management 是同時間管理完 你的Wireless Network 你的Wireless Network 還有一些可能 特別的功能 譬如可不可以幫你做Planning 譬如我的學校 現在只有10隻WiFi 10隻AP的 我突然想加多一隻AP 究竟我加了AP的Coverage 可不可以 行呢 還是我一定要找一些 例如外面的SI 去幫我做這個設計呢 或者我估計 可不可以猜到呢 你這個Management 可能需要做到這個效果 當然剛才說 Monitoring Deployment 你的Management 都需要做到 剛才說過 因為以前的Network 都是很獨立的 Wireless Network 它自己一套的管理系統 如果現在是我們20世紀的年代 還是這樣 那你老師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推到 叫做One Management 我們可以完全 Single Pane of Glass 同一個Pase 可以看完你的LAN 你的Wireless Device 還有 還可以檢查到 譬如你想檢查一下 一個學生 Andy 究竟去過哪裡呢 可以檢查到 我們有辦法可以做到 可以由他九點鐘回到學校 如果他開了Wi-Fi 我如果他開了Wi-Fi 他幾點鐘去了廁所 連路經常都在廁所 不上課 也有辦法可以知道 當然我們不會這樣 檢查到市人 其實我們有很多手段 可以檢查一些東西 譬如你那些 譬如你學校的電腦 究竟那部電腦 是否被人拿去哪裏 不見了 你想檢查 那部電腦 最後那一刻在哪個地方 接觸我們的Network 我們有辦法在管理器材料 都可以找到 譬如剛才我說的 譬如突然間 你想在你的Network上面 加多一個器材 我們在這個器材上面 可以有一個Heat Map 這個Heat Map 就是看到你的Wi-Fi 它可以告訴你 究竟我的訊號 到底好不好 譬如你見到一些 骷顱骨的東西 骷顱骨就是 譬如你打開手機 很簡單 你可以搜尋很多Wi-Fi 那些不是你學校的Network 那些對於來說 就是一些 壞的器材 究竟在Network上面 究竟有幾多 有什麼 出現呢 你這個管理器材料 都可以幫到你 另外就是 我可不可以看到 我們究竟在Network裡面 正在用一些 應用程式 譬如剛才說 我是不是 學生正在用幾多 Facebook 有沒有人正在用 MSN 去檢查 有沒有人正在用網絡電話 你有沒有辦法去控制它 或者是有沒有走段 去看到這些 Statistic 這些都是對你們的需要 因為當那個網絡 每個人都可以帶 Divice來 你需要知道 這些人究竟在網絡上 究竟在網絡上 以前可能因為 你全部封閉式 不會說去到網絡 但現在 你隨時都去網絡之後 你的網絡 你要對它的清晰度 要很清晰 你知道他們的人 在怎樣用你的網絡 那些資源仍然在哪裏 最後一個網絡 我們整個網絡 就是剛才說的 我們有AP 我們有網絡電話 有網絡電話 有我們的LAN網絡 同一個網絡裡面 我們怎樣去 大家互補到 可以做到 譬如 以前就是說 我們網絡電話 就是網絡電話 LAN的網絡 就是LAN的網絡 怎麼可以當它 整件事這樣看呢 譬如你選購你的AP的時候 你可能有些事情要考慮 就是說 你的AP有沒有辦法 可以檢查到 有些什麼干擾 從現在可以避開這些干擾 為什麼這樣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現在很多地方都有Wi-Fi 可能自己手機都可以開 Wi-Fi 做Sharing 如果這些Wi-Fi 存在在你的學校裡面 對你的傳輸的干擾很大 如果你的網絡裡面 有辦法避開這些干擾 還有什麼干擾 譬如你們不知道 你會知道的 譬如這些藍牙耳機 老師都會用的 藍牙耳機 這些無線咪 或者微波爐 可能大家不知道 微波爐其實是一個干擾 微波爐是2GHz 其實對我們的Wi-Fi 是一個干擾 那麼我們的網絡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偵測到這些干擾 從而避開它 你買APS 可能要考慮一下 這是一個考慮的 剛才說過 我們在管理上面 可以看到 要看到我們有什麼 應用的 應用的 那麼你的網絡可不可以 支援到 你的網絡也要支援到 可以真的告訴 一個管理工具 我的網絡真的有什麼 在走 有人在玩Facebook 有人在看PB Stream 究竟你知不知道 有沒有手段可以給我們 我們的器材需要做到這件事 還有譬如有避開 傳統我們可能只想著 我看到就可以了 我手機叫到 有有Wi-Fi OK 上到 上到 究竟你是否上到最好的速度 譬如我們802.1N 我們最高的速度是450M 究竟你那個 是否可以去到最高速度 可能選購Wi-Fi的時候 你要知道究竟 你說它行到450M 那你那個450M的範圍 是有多少呢 是否最大的呢 你看到那些圖 左手邊的圖 沒有辦法可以 大家都說到 行到450M 但是它那個Cafe share 是很小的 可能在天使下 這樣就450M 遠一點可能只有幾M 那你剛才說的 很多都是video的 我們這些內容 那些內容 如果幾M 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 怎麼辦呢 可能選購Wi-Fi的時候 要想想這些問題 那剛才有一個trend 就是講 我們以前是802.11B B AG N 現在來的是AC 那你買的那個 Wi-Fi network 是否有能力去升級的呢 還是要整隻換上去呢 是否可以加個Module 我就可以支援AC 那你便要考慮一下 你都知道買一隻 SS Point都不便宜 是否要考慮一下 如果可以加個Module 就可以做完那件事 是否好呢 可能要考慮一下 最後 看看video 剛才我們說 我們的教學 很多時候都有些video 我兒子最近 在學校看ETV 不是看電視的 不是看一個 以前我小時候看ETV 就是開個電視機錄 放一部打進去看 現在是上網看的 知道我什麼年代 現在是上網看的 現在是上網看的 如果大家一起上網看video 那麼你的網看機會 是否可監揠 傳出一個好的video 左邊那樣 你看到那個 都很猛 在英俄 大陸它是麻賽克 但是這個網看可否 支援了好的video quality 這個會完全導致幾度 究竟E learning 是否成功 在學校最下 現在很多人都用Apple TV 的學校 為什麼你們不是看電視 就是做Projection 因为Apple TV有个AirPlay功能 真的挺好用的 你不需要插住条线 可能当时你们拿着iPad 按过AirPlay 将某些东西就project了上去 那个projector 你不需要站在这里 现在我这样拿着机器 可能那时候就走来 拿着iPad就project了上去 告诉给人听 但是究竟你的内容 可不可以support到 因为Apple TV的AirPlay 是在家用的 应该是同一个线续里面才可以做到的 那不同线续怎么办呢 你的电脑续是否支持这件事呢 要考虑一下 最后啦 Wireless线续现在 跟Wireless的Requirement 那个Yuka一模一样 以前可能容许说 我没有了WiFi 算了 等下它 慢慢几分钟 十几二十分钟换过一只 现在可能就是因为我教学的 E-Learning 一切在用的 突然间塌了 那个WiFi的电脑续里面 怎么办呢 你可能要想一下 一些稳定的 那些H-A 做成什么呢 你的电脑续里面 你的WiFi 线续 要考虑一下这件事 最后讲一讲就是我们 Unified Access 在Sysco来说 在市场上都是领导 这个是我们一间公司叫Gartner 它定期都会做一些研究 看看究竟不同公司 在市场上的领导地 说是做成什么 下面那一行线 我们就说一间公司的Innovation 打动那条线就是那间公司的执行力 那你看到Sysco 都在最前那个格格 最上 左手边 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执行力 我们的Innovation 都是最好的Sysco 比如Web Security 现在讲很多时候的 网络上面安全 我们的Web Security 都是在最好的 最前面那边 最后一些Key take away 希望大家记得 当你去建设你的Innovation 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样东西 第一 是否可以deliverable 一个predictable的user experience 为什么这么紧要呢 因为呢 一样东西成不成功呢 就是看人们用不用 这些人怎么可以用呢 就是因为它用得好 一个predictable的user experience 是很紧要的 如果大家用得舒服的时候 你deploy的e-learning的platform 就算成功了 deploy了没有人用的呢 你老板就会找你 喂 搞错了 没有人用的 这个很重要 可不可以方便你们做BYOD 你那个network BYD会不会令到你的IT staff 很多extra的work load 这个你要考虑 第三个 譬如我自己BYOD 你给学生BYOD 每个人都拿一部机 找IT同事去做 一间学校这么多学生 怎么办呢 我想在流眼泪 这件事都 是否可以让自己去做个onboarding 自己可以加部机 去过去学校 让它到access 这个晶片 可不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你那个user的network 那个policy 是否可以跟着你的user走 譬如你用wifi的时候 用wired的时候 是否都一样的policy control 是不是都experience 一样的东西 要记住一样东西 你要确定这件事可以做到 才行 还有一种就是 你是不是那个management很简单呢 你整个IT infrastructure 是不是一个single policy one policy 一个management 代同一个network 这样做呢 这个是你要consider 要记住的东西 今天我说了这么多 好的 Thank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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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